挖土機來回開挖廢土 另一邊工程人員馬不停蹄 動手拿鏟子清理 位於智利濱海城鎮 比納薩馬的豪華公寓社區 冒出駭人天坑 可能倒塌 停車場也灌進大量泥土 被稱為歐洲碼頭二號的豪華社區 每洞十三層 一共兩百戶左右 每戶要價五十萬美元 約新臺幣一千六百一十七萬 如今門前卻冒出直徑十五公尺 深度三十公尺的巨坑 這已經是不到一年內出現的第三個大洞 先前暴雨 智利多地 煙塵汪洋 蓋在沙丘上的建築地基 嚴重被破壞 成為新一波極端氣候的受災戶 美國佛州南部多達一百七十萬人 處於山洪警報威脅 民宅街頭一片慘煙 但南方的墨西哥恰恰相反 根據政府統計墨西哥九成地區受旱災影響 牛隻缺水缺糧 虛弱倒地 北部更有細湖干涸 希臘本週迎來今年首波熱浪 雅典氣溫一度飆破 攝氏四十度 當局宣布在一天最熱時段關閉知名景點 雅典未成 極端氣候全球發威 讓人類面臨更嚴峻的生存挑戰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